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 有这一日可以在飞机上识到这种东西 今天我第一次进波音777的驾驶舱 所以今天这个瑞士航空头等舱 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实惠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Flying Boys Club Hello,欢迎回到飞行男孩俱乐部 我是爱德华 现在爱德华在瑞士航空的头等舱里 今天我们从苏利市出发前往阿联酋的迪拜 说起瑞士这个国家 大家的第一印象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自己从小是喜欢打网球 所以很早开始 瑞士天王费德勒就是我的唯一偶像 优雅、冷静、谦虚、才华、横溢 这些美好的形容词 我觉得都可以用在这位史上最杰出的网球选手的身上 同时我觉得这些形容词 也可以用在他的祖国的在机航空上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这家 被评为全世界最优秀航四之一的瑞士航空 他们的国际航线投轮舱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们就从头出发开始这趟旅程吧 今天我们的旅途从眼前这辆奔驰开始 刚才我从挪威奥斯陆启程 搭乘瑞士哈尔维迪航空来到苏黎市 下期后立即有专车前来迎接 我的前驱航班延误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 导致转机时间非常紧张 不过毕竟是奔驰不是马自达 我们畅通无阻地行驶在苏黎市机场的停机坪上 根本不会塞车 不到五分钟 我们就从上一班飞机顺移到了深耕区边捡 我们甚至不用把我们的行李拿出来 我们现在只要去过一个这个护照的这个边捡 然后再回这辆车 转机时间有限 今天我们只能走马光滑地看一遍休息室 室内空间的配色简洁好看 对比窗外的冰天雪地 室内的木质基调只是温暖惬意 入口处的百年龄手表陈列柜 还有餐厅区域的一整排红酒柜 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个休息室没有任何险山落水的奢华感 只有成熟稳重的高级感处处存在着 可惜今天时间有限 我下次一定好好体验一下这个空间 当然看视频的各位就不用下次一定了 欢迎一键三连换取登机牌 我们准备登机了 今天我们搭乘瑞士航空的波音777-300ER 除该机型外 瑞航还拥有A330-300和5APU两款款机客机 而且上述机型全都配置了头等舱产品 这在当今众多航司中反而是比较少见的了 一走进这个头等舱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觉啊 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优雅 太优雅了 瑞航的机舱设计是那种 刨取一切多余元素 完全用直线和直角构成的机简主义 正如他们的十字国旗 但简洁中又包含着众多细节 前舱中央乍开始一面白板 但凑近一看 原来是一幅点阵图 瑞士的标志景点码头洪峰依稀可见 眼前头枕金看似一块白布 但瑞航logo隐含其中 这样有趣的细节还有很多 整个机舱看似简单 但充满点、线、面的设计灵感 机舱整体的配色和方材休息室一样 是沉稳温暖的木质和皮革触感 不会让人感到身影冰冷 能让地面休息室与飞机舱内的环境 保持设计语言上的高度一致 才可称之为世界一流航司 瑞航绝对堪称优等身 一个小细节啊 休息室中出现的小方灯 原模原样的出现在了头等舱座椅旁 我特别喜欢这个灯的设计 感觉像是发光的能量快 身侧的手幅也有一圈装饰光 真是好看到不行 而座椅调节按钮的界面设计 用最简单易懂的形式 将各种惊喜的座椅调节选项 呈现给旅客 所有产品经历看了这个都会爱不释手吧 看完整套机舱的设计 我觉得瑞士人的脑子应该是方的 我从没想过居然可以用 调底清晰四个字来形容一架飞机的内饰 和这些细节之美相比 空间宽敞 一人独占三扇悬窗 这些显而易见的优点 根本是未不足道了 今天我第一次进波音777的驾驶舱 这是今天的副驾驶 first officer jonason 当然你这里没有HUD系统 对 我们没有 因为座椅调节是35岁的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船 系统非常好 对 今天是怎么办的 我们今天怎么办 我们往南向黑河 然后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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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雨水应该很好 我觉得我们会在台湾 35,000元 哦,我明白 它的菜单设计 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觉得还是挺有设计感 包括这个纸质用料都很好 就像是一个小的这种杂质一样的感觉 So we can take the crab cocktail with grapefruit Yes, both in the rice Yes, please Do you like the fondue as the main course? Maybe I can take another one If you can have something else if you choose I can take the lamb also Yes On the fondue or after the fondue? Before fondue Before fondue, ok 那在等上餐之前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一次瑞士航头等舱的机上备品 首先是这个睡衣 薄是蛮薄的 跟你平常在优衣库买到的这种睡衣差不多 但关键是它这边是有个标的 专门为瑞航头等舱定制 然后就是他们的这个过夜包 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整体量是中规中矩的 那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应该都是瑞士当地本土的一些品牌 尤其是这个Belly Belly这个牌子我是一直很喜欢 从高中开始我就用他们的钱包 所以我也算是这个牌子拥顿了 今天可以用他们的过夜包 我也是挺开心的 然后这是一包这个瑞士 就是他们当地特色的这个喉糖 这个我还一直挺喜欢吃的 然后比较搞笑说它有两个牙膏 这个适合牙齿比较多的人 这拖鞋太大了 这个是给脚50码的人穿的吗 然后跟他们换了一副稍微小 有好好的拖鞋 这个拖鞋看上去好像质感 比刚刚要好很多 我们用清爽的白葡萄酒开启今天的正餐 今天的航班只有一丝餐食 但正式绝对不小 瑞士人对芝士的热爱从餐前点心就能看出来 芝士面包棍是口感很酥脆的小零食 本身既有芝士味道 在蘸上芝士酱口味超级浓郁的 陈希一贯的实际思路 瑞航的餐具和摆设也是简单好看 尤其这个盐胡椒罐 真的很想带回家啊 共餐阶段空上阿姨就一直展现出 瑞士人特有的时辰 刚才点餐时就不禁提醒我 咸菜主食不必单选 可以多要几个 哪怕左餐调料也尽可能给足我 这三文鱼真是太漂亮了 仿佛有着宝石般的色泽 Barlick Salmon号称世界上最精品的烟熏三文鱼 Barlick在俄语中意为鱼肉里最好的部位 据说这道曾是沙俄贵族的心头好 鱼肉的肥美真的肉眼可见 但入口后却是肥而不腻 挤上柠檬 酸甜裹鞋的烟熏味在口腔扩散 在试试款上淡奶油一起吃 是一种爽滑的油脂感 一口一片巨满足 正餐到这里 瑞航的表现已经出乎我的意料 而下一道主菜也不让人失望 羊肩肉的处理绝对是地面餐厅的级别 一下刀就能感觉到肉质够酥 而且几乎吃不出羊三味 搭配空城推荐的瑞士红酒 味觉层次更丰富 相比法国意大利 瑞士葡萄酒些名不见经传 这个国家的酒产量不高 但质量多数上成 瑞士人又偏爱自产自销 不怎么热衷出口自家好酒 这次做瑞航总算有机会 一口气尝到几款瑞士好酒 羊排搭配的主食是古斯米 云在酱汁里一起吃 有种食盖焦饭的感觉 一整块肉小米 同时又欣赏了一轮佐餐小面包 我已经觉得相当饱腹了 但重头戏现在才来 那我们会马上迎来我们的第二道主菜 吃什么东西呢 非常有瑞士或者说是中欧特色 哇 因为人们喜欢 其实我们喜欢一些咖啡 对 我从来没有知道 我放了古墨 所以你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什么好 好的 今天我们的第二道主食 就是芝士锅 芝士芳 这玩意真的是非常的有欧洲特色 只要把小的面包粒 可以这样子一蘸 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 有着一日可以在飞机上吃到这种东西 包括它会配很多小的香料蘸料 尤其是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蘸水 这款打发在国内我觉得可以复刻一下 就拿这个吃虎锅手很常用那个蘸水 拌一点这个融化的芝士一起吃 味道真的还挺不错的 现在真的就是不同的香气 营绕在你的鼻腔跟口腔里面 吃完这一顿 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安心的睡一觉 整套餐时真的是时间持续的非常长 到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一个多小时了 而且因为我们是从新往东飞 所以现在天色是越来越暗了 真的有一种从午饭吃到晚饭的感觉 作为一个甜食行人 各国杭司的餐后甜点 一直是我的重点测评对象 今天我选择了慕斯 果敢层次丰富 既有绵密的慕斯 也有爽脆的饼干粒 甜度综上 香辈咖菈娜雪的些些苦味 点缀的糖色橙皮也很好吃 这餐终于吃完了 那不知道看到现在 各位会觉得瑞士航的头很仓 起码在餐食方面 大家觉得一到十分 可以打几分呢 整体这个卫生间看上去是平平无奇的 但是看这边还是很有细节 这个是黑色皮革面料的一个马桶的一个座盖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桌板 这些细节真的是蛮到位的 巧克力 巧克力 我觉得我会选择这个 哇啦这边就是我一个单独的半包围的个人包间了 上午仓需要考虑的这个舒适性跟效率性的一个平衡点的 在头等餐也是完全不需要去考虑的 也不需要考虑什么反鱼骨啊 什么交错式布局 只要是简单粗暴的直列式的这个构架就可以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的台灯 有了这个灯啊就真的感觉像是睡在一张正儿八经的床上 感觉真的是在一个自己的卧室里面 那睡觉之前我们看看有什么电视节目可以帮助助眠啊 说真的吃完一个半小时的饭 然后这样子平躺在飞机里面 反正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差不多人民币一万四吧 实际上没有白花 真的是值得了 我不知道它到底算是4K还是那个Full HD啊 但整体这个色彩的表现力真的是非常好 那距离飞机降落呢还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空城组呢又是给我们走了一波这个小时啊 这个牌子好像也是瑞士的冰淇淋吧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冰淇淋要款在面包吐司上去吃 这个是平常你在新加坡的街边小摊上会见到的一种吃法 我就在这边可以窝着看电视看看书拉伸拉伸 甚至刚刚我又买了一架飞机模型 OK 所以我会拿你 OK 而且这个飞机模型价格也没有那么离谱 差不多是人民币260多块 一个1比400的波音77-300ER 所以今天这个瑞士航空头等舱给我最大的感觉 是实惠 我眼下闪闪发光的就是迪拜了 这有一种魅力之都的感觉 而且他们瑞士航空对这个乘客的照顾 我是一直到它下飞机为止都有 刚刚他们就给我发了这个fast track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入境的优先通道 今天的瑞航头的舱圈体验 1到10分各位觉得有多少分呢 我觉得瑞士航空就像今天喝到的瑞士葡萄酒 或许这个国家的产品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但瑞士出品 历史精品 从设计服务在了餐食 结尾上层之作 而支撑这些的背后 是瑞航深厚的品牌底蕴 和主场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产品呈现上始终简明扼药 足以吸引长旅客一次次光临 我是一个极度喜新厌旧的人 除了常住地的中日航寺外 体验过的航寺往往不会再搭乘第二次 但瑞航觉得是个例外 我无比期待下一次瑞航飞行 因为在我心目中 它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同等舱 我是爱德华 一个上天入地的飞行男孩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一半飞机再见 Ciao